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今天上午 省务常委 市委书记裴金嘉 市长庄稼翰带队 调研我市产业发展工作情况 裴金嘉 庄稼翰首先来到火炬科技企业加速器二期项目 这一项目总投资1亿元 占地2.5万平方米 12栋单体建筑已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 日珍动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从事锂电子电池和电源系统研发 及生产端的新能源高科技企业 拥有业内领先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 目前正筹备规模化产业化工厂建设 厦门智善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分析诊断仪器 及试剂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为一体的生物高新技术企业 其结合耐药试剂 纳入了国家十三五重大专利 目前公司具备年产一千套设备 和配套一亿人份检测试剂产能规模 裴金家对企业呈现的良好发展势头表示肯定 他指出 一座城市的发展必须有强大的实体经济做支撑 火炬高新区要为企业科技研发做好服务 帮助企业发展壮大 在引进大项目的同时 培育孵化自身的好项目 带动一批科技研发项目 加快成果转化 市领导一行还现场查看了 APP厦门工业中心 厦门鸿发电声有限公司 一连研发大楼等企业和平台 今年以来 我是围绕构建形成 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 现代产业体系目标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建立三大产业招商机制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持续推进千亿产业链培育工程 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 今年5月 被国务院表扬为 推动中国制造2025 促进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 成效明显成事 裴金家表示 随着转型升级不断深入 厦门的产业发展 愈发体现出强劲的竞争力 目前我是高新企业数量 占全省的50% 工业形势平稳向好 有力证明了我是产业转型升级 成效显著 措施有力 但是成绩的背后依然存在 一些干部对项目重视不够 服务不到位 解决问题不及时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根源出在认识上 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在厦门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 和对厦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以建设高素质的创新创业制成为目标 提高认识 真抓实干 把项目建设 作为加快产业发展的生命线 深入挖掘发展潜力 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 壮大实体经济 推进我是产业发展 再上新台阶 裴金家指出 要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 减政放权 多从服务的角度主动作为 帮助企业解决切实问题 要严格贯彻工业企业用地原则 提高工业企业用地报批时效 加快推进征地拆迁 促进项目落地 要妥善解决企业用水用电等生产需求 为企业减负 借鉴各地先进经验 帮助企业拓展本地市场 要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要在产业园周边 加快建设配套用房 对接岛内优质教育资源 连办学校 加快国际学校的建设速度和数量 不断完善交通 食堂文化生活等配套 解决人才留下创新创业的后顾之忧 相关部门及口岸单位 要呵护指导企业成长 释放政策叠加红利 分类指导企业发展 要进一步加强高科技产业园区的基础配套建设 积极鼓励现有企业增资扩产 重点跟踪 重点企业 紧盯好项目 大项目 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专家汉强调 要紧紧围绕建设高素质的 创新创业制成的目标要求 更加扎实地谋划和推动产业项目建设 进一步提升产业规模和竞争力 一要推动产业发展提制增效 坚持特色产业发展方向 强化竞争优势 做好政策集成 加快成果转化 坚定信心 把产业做大做强做特 二要加快产业项目建设进度 排工期争取早规划早开工早投产 三要强化产业要素保障 在用地 用水 用电 用气等方面 保障重点项目建设需求 在周转房 学校 医院配套等方面 落实人才保障措施 四 要建立更加刚性的产业帮扶机制 真正为企业排忧解难 市领导林文生 黄文辉 李辉月 参加调研或座谈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裴金嘉 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 研究岛外新城 产业基地建设相关问题 对贯彻落实高素质 高颜值要求 加快推进我市重大片区建设 进行谋划部署 市长庄稼汉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 要切实以实际行动 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殷切嘱托 把岛外新城产业基地建设 作为在更高起点上 推进跨岛发展的重要抓手和重要平台 着力建设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 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城 会议强调 重大片区产业项目要以高素质为标杆 始终瞄准特色发展方向 做到人无我有 人有我特 要强化创新驱动 突出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重点 加快产业载体平台建设 加强招商引资 切实抓好五个一批项目的实施 提升产城融合水平 促进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 要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难点问题 坚持全市一盘棋 突出做好片区建设资金平衡 加强重大片区周边和重要线型工程 沿线土地收处和管理 大力遏制两维现象等工作 急约节约精打细算 科学有序高效推进片区开发 会议强调 新城建设要以高颜值为标准 切实加强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 要把环东海域新城 祥安南部新城 马鸾湾新城 作为未来的城市客厅来打造 做经专项规划完善功能配套 统筹规划设计各组团的 天际轮廓线景观带 项目溶积率等 力求把每一个项目都打造成精品工程 要以排头兵的标准和要求 抓好环境生态建设和保护 高标准做好生活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 促进布局优化和功能提升 做到一居一夜 要推进高效能管理 借鉴先进城市管理经验 不断创新城市治理体系 不断提升承载力移居度 会议要求 要按照成熟一片出让一片 发展一片的原则 加强全市统筹协调 全力支持做好开发建设各项保障 推动岛外新城和产业基地建设 提速提效 基于我是软件信息 动漫游戏等产业的良好基础 今年来VR AR 也就是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产业 得到带动发展 目前我是已有一百多家 从事AR VR的企业 特别在内容制作上 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逐渐形成一条新的产业链 目前我是也正积极打造 厦门特色的VR AR产业基地 力争到2022年 产业规模突破百亿元 戴上VR眼镜 您瞬间就仿佛来到了 国外的汉堡店 可以与店员用英语交流购物 或是可以变身成为一名医生 做一场心脏修复手术 厦门的这家VR企业 将VR技术与教育相结合 通过模拟一种环境 来解决医疗设备昂贵 手术风险高等行业痛点 VR的话应用跟教育结合 有很多方面 比如说安全教育 VR的话就打造了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森林奇迹的一个空间 从而你进行一些火灾 地震 台风 这些的实验 那么孩子他感受到的是 实际跟我们真正 发生灾难是一样的 但他自身不会受到伤害 作为中国教科院的合作单位 目前华太师通在厦门 做示范点 为厦门实验小学等学校 提供VR课程 公司负责人洪清池告诉记者 内容制作是VR AR产业发展的 关键和推动力 目前厦门有一百多家 从事VR的企业 不少企业都是从游戏 渲染影视等领域转型而来的 因此厦门的VR AR 在娱乐教育领域应用最先普及 然后延伸到医疗工业培训 房地产 虚拟网购等领域 厦门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在VR这个行业里面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应用这个层面 可能会比较多的优势 因为下面在整个软件业 整个动漫行业 还是有一定的鸡肋 前景应该是非常好的 同样看重VR AR产业前景的 还有刘洪惠 在2013年 他就带领团队进军AR产业 由于福建传统服貌企业众多 AR技术新奇的特点 往往能让依附艺术品等物品 被重新赋予酷炫的活力 你看应用AR技术 就可以使T恤上的图案动起来 AR技术是给快效品带来一个 一个是品牌的一个互动营销 第二就是一个用户的一个粘性 不单是服装行业 制造业 旅游 教育 工业 甚至很多行业都可以应用到AR 只是说现在传统行业要应用这个技术 还需要一定时间的一个过渡 包括了解 包括怎么去结合他们的企业的发展 营销 包括他们整个企业的一个规划 为了更好的推动我是VRAR产业的发展 日前我是也出台了 VRAR产业五年发展规划 我是将通过建设产业基地 孵化基地和公共服务平台 促进产业集聚 重点在内容制作 教育培训 旅游文创 建筑家庄 动漫游戏等领域 加强投入 培育VRAR游戏 动漫 电竞 多次元等新业态 在产业关键环节上 形成企业集群 打造厦门特色的VRAR产业基地 力争产业总体发展水平 在国内处于领先定位 有一个环境是专门针对这种产业的一个集合 那这样的话才能形成一种氛围 至上而下最好的 把这个产业包括把这些企业大家凝聚起来 跟各个传统行业包括跟其他各地引入一些优秀的企业 大家共同一起来包括联合高校共同打造 那这个的话就可以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这个月起 我是调整无房职工租房提取公积金额度 请夏天说一说 好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记者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 调整后无房职工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额度 从原来的每月600元提高到了800元 按照政策 从10月开始 全市无房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房租的额度 由原来的每个月600元提高到800元 这一标准仅限于职工租住市场上的商品住房 保障性住房不受调整的影响 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介绍 这次调整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培育我市住房租赁市场 完善租寿并举的住房供应体系 职工能够提取更多的住房公积金 以租的方式解决居住问题 帮助还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原来单职工从600块提高800块 双职工就可以从原来的1200就变成了1600 据了解职工可带身份证和银行卡到公积金缴存银行签订协议 或通过手机APP完成提取业务办理 随后公积金管理中心便可每季度将提取房租自动化转到个人银行卡上 每季度支付一次 职工个人每季度2400元 如果夫妻两人均为缴存职工 每季度就可以提取4800元 公积金管理中心表示 调整后公积金管理系统已经从10月起 自动将以办理租房提取公积金业务的职工 由每月600元的标准提高到800元 职工无需重新办理手续 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由多部门联合修订后的厦门市残疾人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就学补助办法正式出台 根据新办法 今后我是残疾人以及残疾人家庭子女上学 不仅补助金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 而且受助人的范围也更广了 根据新修订的办法 我是残疾学生以及残疾人家庭子女 在义务教育阶段 每人每学年的补助都有所提升 另外为了鼓励教育机构接收残疾孩子入学 新办法对于接收残疾幼儿的普通幼儿园 进行每人每月500元的特户补助 普通高等院校专门为残疾人开设大专本科班的 有每升每年8000元的办学经费补助 另外办法修订后最大的亮点是受助人群有所扩大 原来的补助对象 个人这方面是残疾人本人 还有困难残疾人家庭的子女 主要是针对低保护 那我们今年的这个新政策调整以后 把这个残疾人子女扩大为 就是特困供养人员子女 还有低保家庭的 还有低收入家庭的 还有支出型贫困的残疾人子女 都纳入我们的这个补助对象范围 目前我是已经有1662名残疾人 以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 享受到就学补助 新办法实施后 我是受助者将扩大到近2000人 本台记者报道 第十二届厦门国际佛式用品秋季展 2017厦门国际茶博会 明天在会展中心开幕 今天会展中心里各个参展商 正在抓紧时间完成最后的布展 我们一起去先读为快 上午在会展中心前的广场上 大型机械设备来回穿梭 布展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据了解 今年展会根据来宾的需求 进一步优化升级展区布局 新增了位于会展中心前广场的户外展区 将原本相对零散分布的大型石雕 寺院建筑 中古 佛塔等寺院用品 汇集于此 包含这片展区在内 今年佛式展展览面积达到12万平方米 规模继续稳居全球第一 展会共设置国际标准展位6500个 上万件设计精美 工艺精湛的佛具展品将集中展现 现场 大部分展位已经搭设成型 展商正在新兴布置展品 这家参展商从第一届参展至今一届不落 他们每届都有新展品呈现 就是我们从唐 宋 明 清 现代佛堂 我们会有更多的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 以前可能觉得就是说工艺在工艺上的体现 然后在材质上的体现 但这一次我们最重要的是在文化上面的体现 而在会展中心A1至A8展厅同样也十分忙碌 2017厦门国际茶博会将在这里举行 记者注意到许多参展商在展位上下了不少功夫 像是这家企业 他们第一次参展就把茶叶产地的特色建筑搬进了场馆 因为我们茶也都是云南波的茶 所以我们就想到就是跟布朗族结合 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布朗族传统的建筑 加上一些现代化的改造 就是它能体现就是云南的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 今年茶博会展览面积将达到6.3万平方米 国际标准展位数达3200个 包含有品牌茶器展区 茶器展区 茶叶包装设计展区 台湾展区 国际展区等五大展区 展示内容涵盖茶产业全产业链 据了解 展会对市民免费开放 感兴趣的市民需携带身份证 尽管参观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厦门市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实行满一个月 按照计划全市垃圾分类宣传推广将进入第三阶段 把重点伸入校园与家庭 那么记者了解到 目前岛内外各所学校都积极行动起来 探索有针对性有特点的校园垃圾分类推广模式和方法 来 告诉我这是什么标志 这是海仓区未来之星幼儿园大班的一场垃圾分类知识竞赛 这些孩子从上学期开始就一直在学习垃圾分类的知识 为了激励孩子们彼此争作垃圾分类小能手的积极性 这学期开始 班级将定期举办这样的垃圾分类知识竞赛 剩菜 剩饭 鱼骨头 鸭骨头 苹果盒 他们是什么呀 厨余垃圾 我跟他们说厨余垃圾的垃圾有哪些 还有可回收垃圾的 还有那些其他垃圾 还有不可回收垃圾 为了帮助幼儿从小树立垃圾分类的一事 未来之星幼儿园根据大中小班不同孩子的年龄特点 设置了相应的课程 小班老师用情景式游戏 循序渐进地教孩子分类 中大班的孩子则更多地参加知识竞赛 便废围宝等活动 通过食物分类再过渡到图片分类 由简到难 由具体到抽象 层层推进巩固孩子们的垃圾分类知识 通过开展一些活动作为载体 然后生孩子这种行为习惯 那我们有开展了很多相关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校园里面设立的这个小小回收站 那有四色垃圾桶 那孩子呢在日常生活当中 懂得去分类去投放这些垃圾 对年龄更大的小学生们 北师大厦门海仓附属学校则有更高的要求 不仅要学会分垃圾 还要分得好分得细 学校里不仅按照四分类的方法 设置了四种垃圾桶 还将可回收垃圾进行了细化 具体到了纸张瓶子等等 让更多垃圾能被循环利用 垃圾分类这方面呢 我孩子既应该是参与者 又应该是监督者 还应该是倡道者 那么垃圾分类最终的是要废物利用 进行环保 所以我们做这个细分的目的 就是让孩子知道 我怎么样去进行垃圾分类 而且对环保啊 然后做出更多的贡献 而且将来到家庭里边 他把这个理念带到家庭 带向社会 而工商旅游学校则开设了 专门的环保与生活课程 将垃圾分类课程 作为学生的一门必修课 目前由我是教育系统编写的 全套垃圾分类教材 绿海欧半我行 本学期正式开始使用 围绕这套教材 各所学校编制出了 自己的校园教案 全市所有学校已经全面推开 生活垃圾分类校本课程教育 建立班级垃圾分类台账信息 组织垃圾分类校园文化活动 逐步推广家庭垃圾分类评价体系 下一步 市教育局将开展知识竞赛 创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校园 和推广大使评比等活动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常态化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昨天下午 市委常委 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主任倪超 在市委党校做领导讲坛报告 主题为 全面加快推进自贸实验区建设 更好的服务改革开放大局 厦门自贸片区挂牌两年多来 彰显出大胆市大胆闯自主改的活力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带动厦门国际营商环境的全球排名 从挂牌时的第61位提升到今年的第40位 倪超回顾了厦门自贸片区的发展历程 通过生动详实的案例 介绍了进口酒平台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创新成果 倪超指出 下一步 厦门自贸片区要对标先进 勇创新责任担当抓突破 发挥优势显特色 创新驱动谋发展 加快打造自贸试验区升级版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是世界振动日 不少市民都有被疼痛困扰的经历 忍一忍就过去了 或者随便吃药对付一下 这都是平时常见的错误做法 其实疼痛不仅仅是一种症状 更是一种疾病 如何正确地应对和处理疼痛呢 一起来听一听医生的说法 上午记者在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看到 不少患者正在向医生求助各类疼痛的问题 科室介绍 目前他们每天大约接诊50多位患者 多是软组织疼痛 骨性疼痛等全身各部位的疼痛问题 这其中有不少患者 受疼痛困扰 已经有不短的时间才到医院就诊 有的自行购买振痛药来服用止痛 医生说 这些做法往往容易演变成为慢性疼痛 或病理性疼痛 导致不必要的严重后果 面对疼痛 患者应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 以免延误疾病的最佳治疗时间 那如果反复地提示这种疼痛的话 你还不处理的时候呢 等最后实在比如说痛得影响到你的工作啊 生活的时候呢 再来看的时候 有可能它就是已经到很晚期了 一些颈尖啊 腰腿啊 或者是头痛啊 后面这方面如果是两到三天没有缓解的时候呢 一定要到医院去看 明天还是世界关节炎日 医生介绍说 昼夜温差大 血液循环不通畅容易导致关节炎的产生 医生提醒 关节炎的患者应及时增添衣物 为关节部位保暖 尤其是中老年人 更应该注意防湿寒 尽量减少关节过多活动 或因承重造成关节劳累再损伤 本台记者报道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市新闻 更多内容请关注厦门广电等微博微信和看下我们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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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